伊朗核協議這個談判 11月29號就要進行了 那麼偏偏呢 以色列總理貝內特 他是不甩好友嗎 意思是說他不想管美國的態度嗎 因為他甚至都講 你看他也說 伊朗五年內永和五 所以呼籲不安國家要一同的反制 那麼以色列呢 還是不受這個協議的約束 要擁有對主要敵人 採取行動的權利 就算是導致 最友好朋友們的爭執喔 就算是導致最友好朋友的爭執 指的是誰呢 就是我可以對伊朗開戰 那其實得罪美國 對啊是不是這樣呢 然後以色列已經是被 伊朗和民兵包圍了 覺得是四面楚歌了 有四面八方來襲的火箭飛彈 與無人機了 所以呢 我認為沒有除了轟炸以外的辦法 所以什麼要先發制人 是真的要動手了嗎 這是以色列一貫的 這個戰略方針 還有這個態度 美國出面也不會影響他 我覺得在這個立場上 美國是比較跟著以色列走 甚至有點被迫 甚至被動 他也不敢主動去跟以色列 或許他可以影響以色列 以色列所講的說什麼周圍的民兵 伊朗其實離這個以色列 有一段距離 中間就隔著伊拉克 這個約旦 敘利亞 黎巴嫩什麼的 但是他講的什麼 就是要講敘利亞境內 黎巴嫩境內 包括真主黨那一群 就是在他周遭敵國的 他們認為都有這個伊朗的勢力 伊朗的勢力 親伊勢力等等 或是伊朗的部隊 伊朗的顧問 伊朗的民兵 都在周圍對以色列 這個四面八方的這個包圍 所以以色列 堅持不肯放棄他原來戰略 先發制人的主動的攻勢 完完全全凸顯在 他對中東的議題上 他對自己安全是非常的敏感 好比說川普那時候 當這個總統的時候 去年前年 他美國賣給那個 這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就是阿聯酋F35的這個戰鬥機 以色列幾乎就跳腳 那以色列因為他是中東第一個 擁有F35戰鬥機 連阿拉伯這個國家的 那個沙地阿拉伯 那時候他還沒有 然後後來呢 川普為了安撫這個以色列 然後刻意把那個 很多F35優秀的這個 優異的性能給取消 就等於幾乎賣一個陽春機 給這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賣給阿聯酋 那以色列呢 就特別有保留 跟美軍同步現役一樣的 F35 你就知道說 美國常常會有差別待遇 以色列只要一鬧一叫 會吵得孩子有糖吃 美國就 他也就是好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同樣的對伊朗 他對伊朗 他一直認為說 伊朗你就是有核武 就算你當時核協議 因為美國川普 偏偏退出了就告吹了 然後你伊朗就好像 表面上說你會遵守 就如同伊朗指控以色列 和美國聯手 把他們的這個工程師 還有主持核武計畫的主持人 召集了那些博士 給這個暗殺 幹掉一樣的道理 所以以色列打從心裡 就不相信這個伊朗 而且處處認為 伊朗是對他有圖謀不軌 所以只要伊朗有任何的動作 他有遠程飛彈 我就先發這裡伊朗 那伊朗當然也不是沈俄登 他也是有遠程飛彈 對付這個以色列 所以這一場中東以一大戰 會不會不管美國 再不甩美國的狀況 像打你美國先開戰 我覺得不至於 沒有那麼誇張到 以色列到不受控這種程度 但是零星的衝突 讓美國一下子會覺得 一下子就不知道怎麼辦 以色列你太衝了 一定這種情況一定會有 好 但現在另外一邊呢 你看到就是俄羅斯 他在烏克蘭東部地區 控制的部隊呢 正在提高戰備態勢 已經進行過幾場 大規模的演習了 可是要因應這樣的一個緊張 俄羅斯的武裝部隊參謀總長 吉拉西莫夫跟美國的參謀首長 聯席會議主席秘利呢 就通了話 而五角大廈也強調說 這通話呢 其實是兩位領袖溝通的延續 目的就是為了要確保風險降低 還要避免爆發軍事衝突啊 亮哥 所以現在如果就這邊這個情勢來看 你看秘利啊 秘利又跟對不對 這個通話 我記得上次是跟大陸的這個參謀長 這一次呢也是為了要什麼 趕快要避免衝突啊 避免緊張的情勢再升高的話 演變成為戰爭是這樣嗎 這個還好啦 這個比上次那個 陳兵烏克蘭邊境好一點啦 上次武裝部隊都已經 十萬已經陳邊境啦 對不對 倒是最近這個 把俄羅斯在那邊做怪啦 那大家普遍認為背後是俄羅斯啦 所以這個恐怕是 歐盟要跟俄羅斯好好談一談 那至於俄羅斯跟烏克蘭的矛盾 那基本上是無解的 因為這沒有辦法 因為他就是烏東境內有俄羅斯人嘛 那他總是要確保他的自治地位 不過我覺得現在已經好很多了啦 因為他現在基本上已經讓 烏東那個地方有一個自治地位 那只是說坦白說啦 烏克 俄羅斯也有很多人滲透在裡面 我說俄羅斯人也有很多人混在裡面 因為當初在這個政變的過程當中 兩邊就各有人都混進來了嘛 所以這個局面就變成是 還是相當僵持敵對的狀態 那可是我就尊重你自治啦 大概是這樣 可是你不要給我搞獨立 所以美國現在也是怎樣 在控管 不是 事實上烏東 俄羅斯並沒有要他獨立啦 因為他知道如果這樣搞那 一定比克里米要更嚴重 你就等於是直接分裂了人家的國家 那這個不可收拾了太嚴重了 可是就是那個就是一個敵對狀態 就是當地的俄羅斯人就堅持 他不要用烏克蘭文 他要用俄語 然後他也要自治 那可是要死不死 就是那個地方剛好是烏克蘭的工業區 所以他又是經濟最發達的地方 所以我就說這個矛盾就是有點錯綜複雜啦 就是政治上你是少數 然後文化上你不一樣 然後你經濟 你賺那麼多錢 你只要分一點給烏克蘭吧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的一種狀況 好 再來呢 當然我看到現在呢 這個義大利好像似乎很不滿 怎麼說呢 因為你看到這篇報導裡面提到的是 義大利總理他否決了一項中資的收購案 這位總理德吉拉是在今年的2月才剛上任 結果他的內閣政府到現在已經否決了 三項中資收購義大利企業案 那麼事實上呢 對於一些企業一些產業 像是金融業啦 能源啦 電信等等 他們呢就是特別可以保有 透過立法保留了一些反收購的權利 那麼目的當然就是要維護 義大利自身的利益 指責其實各國都是如此 要維護自身的利益 可是現在目前讓這樣做的話 那是不是可能 其實對於所謂的那種科技業 尤其是比較機敏的產業 特別要加強他的防備了 的確啦 因為之前那個義大利 事實上是最早參與中國大陸 一帶一路的國家 所以當時前總理叫孔蒂 他跟這個中國大陸關係還是比較好 所以說那經貿的往來啦 政治的關係都比較好 那現在新的總理德拉吉啦 上來之後 他用了這個所謂的黃金權利 黃金權利就是說 我政府有權利 對於這個外資企業 來收購投資 我們這個義大利國家的 這個狀況 與否決 所以變成現在是這個爭議是 最大爭議是軍用無人機廠商 要被一個中資所收購 那他們擔心就是說 這個是不是牽扯到軍用的 這個機密會外流給中國大陸 所以說造成他 事實上德拉吉他已經使用過 三次的黃金權利 來否決這個中資的投資了 那事實上 可是他們貿易往來很有趣 事實上他在2000年到2019年 你知道義大利賺了 中國大陸多少錢嗎 賺了4957億元 折合台幣啦 我說這是很大的貿易往來 對於義大利也是很大的這個誘因 或說利益 可是呢 可是我說真的 為什麼會轉變 最大原因還是美國 因為後來在前總理孔帝後期 因為就是說 義大利跟這個中國大陸就走了近了 那美國就擔心了 那所以說後來在這個孔帝的 這個執政後期 開始美方就施壓了 就要求你跟這個中國大陸 要保持保持距離 所以說他們就重新去檢視 就是說相關的一些投資 有沒有一些機敏的 有可能會外洩的等等 所以我甚至我看的 的確美國媒體 《華爾街日報》有報導過 說中資在三年前 搜購義大利一家軍用無人機廠商 然後就把敏感的技術轉移到中國 然後義大利跟歐洲當局 是一直被蒙在鼓裡 凸顯歐洲投資審查 薄弱好讓北京有可乘之機 這是美國媒體的報導方式 是《Wall Street Journal》的報導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 其實就像你剛剛講的嘛 他其實就是因為太敏感了 然後過去曾經有這樣子一個事情 有前車之鑑了 而且很妙的就是說 你說這個是跟軍事有關 你說無人機 可是他甚至連像醫療的 他也把他這個否決了 醫療的投資 這個跟這個什麼機敏 這個資訊沒有關係 有一些電信的可能 還差了一點點邊 所以說他等於是 我覺得大的架構 主要還是就是說 配合美方的這個反中的一個政策 所以就變成義大利跟這個 這個中國大陸的關係 就有點在新的總理這裡 就漸行漸遠 不過我覺得當然 他某種程度受了美方的壓力 可是他的這個經濟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這樣完全切開 我是質疑的啦 請教官下召集力 支持中間的好朋友們 預期呼籲大家 加入訂閱充足的行列 距離百萬訂閱呢 只剩下不到十萬的差距了 希望可以在年底之前達成百萬目標 所以朋友們 讓我們一起來共創2021的奇蹟 按讚 分享 訂閱 讓全球的華人都看得到